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戒 欢迎回到八戒漫谈美国 现在是美西时间2021年4月27号周二 今天我们首先在开篇之前 八戒送给大家各位一个福利 目前有朋友们告诉八戒 Costco正在提供满500美元 减去100美元的优惠活动 提供100美元discount coupon 那么这个coupon有很多朋友们还没有收到 包括八戒也没有收到 只能通过联系后台的在线客服 或者是直接打给他们的在线电话 提供你们的会员卡号 姓名家庭住址 那么就像客服索要 这样的一个coupon电子邮件 会发到你的邮箱里面去 那么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 都可以使用这个满500减100 相当于打八折是非常非常划算 那么各位如果有兴趣 可以参照以上的方式 去获取这样一个八折福利 好,那么以上就是相关的福利 八戒给大家更新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我们重点聊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关于给予儿童税收低免 很可能会变成固定化 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八戒稍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第二个呢 关注下来自加州劳工部最新推文 又是有一些关于自动延期失业金的相关消息面 第三个呢 很多朋友们之前关注的八戒 在纽约州根据21亿美元的纽约州的州立预算 可能会提供给当州的非法移民或者是没有纽约州目前的合法身份的等等情况呢 他们也能够拿到最高15000美元的失业金的相关一次性补贴 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八戒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先赞后看转发分享 如果有想支持八戒频道发展的 欢迎积极订阅八戒的油管会员视频 给八戒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好 我们这就言归正传 首先来看第一个层面的消息 目前根据最新的1.9万亿输困刺激法案呢 提供0到6岁以下的儿童 目前每个月300美元补贴 一年是3600 那么提供6岁到17岁 总共是每个月250美元 一年是3000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条款呢 目前来自民主党的很多众员 一致的向拜登总统提议 把这样一个法案扩展包 立即的常态化 延长到2025年 并且要把相应的法案呢 直接是纳入在0.2万亿基础建设法案当中 一并实施 那么拜登呢 目前已经是接受了这样一个提议 那么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草案当中 提供这样一个打包进去 那么该法律规定呢 目前年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下的单身成年人 他们如果有儿童的话 可以提供每个儿童一年3600或者是3000 那么如果是户主申报的话呢 年收入必须为11万2500美元以下 如果是夫妻双方联合申报呢 必须是为15万美元以下 那么就能够获得每个月最高300 最低250美元的儿童补贴 那么如果符合以上这些收入条件的话呢 每个月都能够获得250美元或者是300美元补贴 那么最新的补贴呢是从2021年7月1号开始正式发放 来自美国国税局每个月会提供退税 到你们的退税账户 那么未来还有6个月的退税呢 会在2022年大家通过报税的时候 一次性通过整个的6个月退税 退到你们的户头 好 美上是来自儿童免税方面的最新消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消息层面 来自加州劳工部 目前劳工部的推文表示到 会自动的为常规事业金也就是UI包括PEUC 只要年度期限内没有超买52周 目前整个的赔付还没有到期的这些事业金申请人 都会为你们自动提交联邦延期事业金赔付 也就是会把你们所有的事业金一直是延续到2021年9月4号 而且是提供每个星期额外300美元 那么当你们在为下一次福利进行认证的时候 在你们的UI事业金后台 包括电子邮件或者是后台的短信息 都会有相关的提示告诉你们 事业金有没有获得自动的联邦期限的延长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来自加州健保方面的最新福利消息 目前加州政府已经获得了联邦给予的30亿美元健保方面的福利补贴 在加利福利亚 无论你的收入是多少 只要你们参加了加州健保 那么目前联邦政府给予的30亿美元新资金 将会用来帮助更多的人支付你们的每个月的健康保险 那么也就是说目前在2021年1月到4月 大家按照标准资付额付出去的健保费用 会在未来几个月通过退税或者是一次性支票的形式 退款到你们的家庭地址 那么在2021年5月份到12月份 这未来的8个月过程当中 目前如果你们的健保支出每个月是1000美元 很可能这笔新资金会帮你们支付目前的40%到50% 根据你们的报税情况 目前报税属于中低收入家庭会帮你们补贴的更多 目前报税在一定限制上补贴的会稍微少一点 那么这样一个健保最新的好消息 应该会在未来的一个月当中会陆续的实现 那么如果有注册加州健保的话 你们很可能在未来一两周就会收到相关的福利退税更加具体的信息 八戒也会随时关注 好那么以上是来自加州劳工部和加州健保最新的推文最新的福利 好那么第三个消息们我们一起重点关注 八戒在之前介绍过的属于纽约州的非法移民或者是还没有报税等等情况的 这些收入者或者是这些非法移民都能够获得纽约州州政府批准的21亿美元的预算 给予他们在本次的涉金福利当中没有获取过任何涉金福利的人群 提供最高高达一次性的15600美元相关的涉金援助 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根据之前脸州的消息汇总呢 今天来自该部门的最新信息细节披露 包括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呢是分为第一类人群 大家必须要能够证明你们是纽约州的居民 那么就要提供纽约州的居住地址证明银行账单 或者是水电器账单 或者是你们的RD证明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并且要能提供在过去几年 有W2或者是1099 或者是之前有你们雇主的来信 能够证明你们的售雇日期或者是有相关的工资单的付印件 证明你们在纽约州有工作 在之前有过相应的收入 那么如果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呢 并且在之前根本没有申领到任何纽约州的涉业金 那么根据本次21亿美元的预算法案呢 将会给你们提供一次性高达15600美元的涉业金援助 那么扣去780美元的税款呢 大概也能够获得将近14800美元的援助 是非常非常高的这笔一次性援助 那么各位华人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你们在这之前没有拿过任何纽约州涉业金的福利的话 并且你们确实是纽约州的居民 而且也是在纽约州有工作过 有这些雇主或者是1099W2的相关证明信 都能够获得这笔15600美元的退款 那么再来看在本次补贴当中的第二类人群 第二类人群他们的要求就比较的简单一点 只需要你们提供纽约州的居住证明 水电器账单或者是租约 或者是你们纽约州的驾照RD 那么就可以证明你们是纽约州的居民 并且是之前没有获得过任何的纽约州涉业金的 或者是其他福利补贴 那么最多你们能够获得3200美元 那么在这样一个条件当中 就把硬性条件必须提供W2或者是1099相关的税表证明 或者是前雇主的来信 证明你们的雇佣时间 雇佣日期 工作地点等等这些信件就不需要提供 那么最高就能够获得3200美元一次性额外的税款补贴 那么这是来自纽约州两个层次的相关分类 大家如果有华人朋友们是属于上述两个层次 还没有拿到过其他补贴的话 可以根据上述的要求核对一下 然后进行申请 那么根据纽约州的财政预算研究审查 大概本次的21亿美元可以覆盖纽约州29万人 其中属于第一级福利获得15600美元的福利人群 大概是高达9.2万人 另外有19.9万人可以获得3200美元第二级等级的福利补贴 那么通过以上的信息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核对一下 那么如果还有不明白的 可以去看一下纽约劳工部的官网相关的推文 也是有相关的信息介绍 好那么以上就是来自加州劳工部和纽约州劳工部 包括加州健保等等方面最新的消息 包括八戒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目前Costco提供满500减100美元的discount 这样一个coupon活动 大家赶紧可以去申购一下 好那么以上就今天整个全部内容 如果还有不太明白的要办 欢迎在底下评论一评论 或者是加入八戒的微信群组 跟八戒互动交流 好那么以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八戒的朋友 请点赞评论关注 有款的朋友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大家